黄油小熊新手勾制教程5 接着我们再来勾制它的耳朵 先取出线 绕在小牧师上或者家主绕在十字上面 然后再绕在中指上面 我们用环形起针 都是同样的起针方式 勾针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让线脱掉 一个短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我们总共是缓起六个短针 大家自己勾完 缓起六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直接找到短的线头拉紧 然后再找到记号扣的位置 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入针 带线过来再带过下一个线圈拉紧 接着起立一针开始编织第二圈 第二圈第一个针目是在刚才 引麻针的位置先勾一个短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同一个针目再入针 再勾一个短针形成短针加针 第二圈我们需要编织六个短针加针 每一个针目里面我们都需要编织两个短针 总共是12个针目 大家把第二圈自己编织完 第二圈编好了之后 找到记号扣的位置 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做一下引麻连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三圈 第三圈同样是在记号扣的位置先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下一个针目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同意针目编织两个短针形成短针加针 第三圈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为一组 重复六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18个针目 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 第三圈我们也勾好了 同样是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麻连接 然后起立一针开始编织第四圈 第四圈先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扣 第四圈我们需要不加不减的勾一圈短针 总共是18个短针 大家自己编织完 18个短针编织好了之后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麻连接 拉长线圈 稍微留长一点线头断线 把线头扯过来 这一个小耳朵就做好了 我们需要再勾一个一模一样的小耳朵 大家把另一个自己勾出来吧 这两个小耳朵我们全都勾好了之后 这样捏扁 捏扁然后放在这两边 这样给它缝合在这里 如果大家不想缝合的话 直接在这里打上适量的热绒胶 给它粘在这里也是非常方便的 大家看自己的喜好 缝合的话就是线头放上穿线针 一针对应着一针 给它缝在这个主体上面就可以了 这两个耳朵大家自己缝合起来吧 很简单 接着我们再来做它的小围裙 先取出白色的线 绕在小拇指上或者家主绕在十字上面 直接用中指和大拇指这样捏住 勾针放在线的下方绕一下 捏住然后绕线 穿过小的线圈 我们用锁针起针法 起锁针 勾针让线穿过小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锁针 我们需要起十三个锁针 大家自己勾完 十三个锁针勾好了之后 接着到二勾短针 一个小微子就是一个针目 我们在倒数第二个小微子上面 调这一半的辫子勾短针 带线过来 绕线脱掉 总共是勾十二个短针 我们都是调这一半的辫子进行编织 十二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接着我们起立一针 翻软这个织片 还是接着进行编织 我们总共来回到编织五排 都是每一排都是勾十二个短针 这样来回到片勾 大家自己勾完吧 每到一头都要起立一针 然后开始接着进行编织下一排 总共编织五排 五排勾好了之后 起立一针 然后翻软这个织片 开始编织第六排 第六排先勾第一个减针 穿过第一个针目 带线过来 下一个针目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三个线圈 绕线一次性脱掉 这就是一个减针 减针勾完了之后 我们再勾八个短针 八个短针勾好 再勾一个减针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让线脱掉 然后锁一针 这个小围裙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直接断线 把线头扯过来 然后我们取出蓝色的线 用锁针起针法 蓝色的线先起25个锁针 一二三四 大家自己勾完 25个锁针我们勾好了之后 我们在这上面开始进行编织 我们编织的时候 这个线头可以留在这边 我们从这边第一针的位置入针 直接勾短针 把这个线头藏在勾针的上方 直接带线过来勾短针 这个拐角的地方 我们可以多勾一个短针 就这样我们勾完这一圈 就这样我们用蓝色的线 勾到这个地方 剩这一面 一直勾到这个地方 勾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线头藏进去就可以了 剩下的大家自己勾完吧 这些我们全都勾好了 接着再勾25个锁针 25个锁针勾好了之后 直接断线 把线头扯过来 最后面的线头 我们藏几针断线 这个小围裙就勾好了 然后我们给它围上 系在后面就可以了 这个线头也不用留得太长 然后这一个黄油小熊就做好了